王妮姐怎麼看要接隔魁的陳建仁 曾經有護航高端的正義 那接副隔魁的 謝謝啊 謝謝您 謝謝 謝謝阿姨 接副隔魁的正文看也有學位抄襲的正義 嗯 我想現在傳出來的正副隔魁 那當然他現在還是屬於媒體報導中 不過呢 確實這兩位都有很大的一個正義 包括剛才所提到的陳建仁 他就是高端的代言人 那麼鄭文燦他也是一個抄襲仔的這個代言人 所以他們一定會面臨這樣的質疑 不過我個人會看這樣的一個組合 基本上這個組合事實上 會是一個蔡英文的傀儡的隔魁 因為非常明顯 他是一個蔡英文琢磨非常非常深 那麼而且是拒絕剖腳的一個人事安排 所以我來看的話 其實陳建仁組合就等於是 蔡英文在組合 我是蔡英文的傢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相信总统会很明智的就接受了 那他要下来了就对了 这是我们迈向检讨改革的一大步 那也是我们民进党正衰起弊 再战2024很好的一大步 会觉得算是听到民意的声音吗 或是听到您的喊话吗 我想苏珍昌自己可能也累了 他可能觉得也累了 而且他的阶段新增路也达到了 陈建仁就是可能会接任 因为他之前好像挺林志子的 我想陈建仁来接任非常好 因为圣光一出谁与争锋 所以陈建仁会是非常的有说服力 他的圣光 他的道德性 他的正当性十足 所以我想 如果他接任是非常非常好 他之前有挺林志坚论文 今天栏尾就有批评这件事情 就开始打了 可能当时 陈建仁先生当时是礼貌性的 因为还不知道 还没有很明白的情况下 当时林志坚还没有被台大判定 所以他的看法可能就是礼貌性的一个答复 我相信他不是挺 他的意思是说 应该是说要照程序来证明林志坚的论文的抄袭 现在台大也做出决定了 中华大学也做出决定了 这些判定都很清楚 这背后都有那么多的教授学者专家 校方他们一再的斟酌 所以我在想 我觉得他当事人林志坚很清楚 我回到我当初最早 公开讲的一句话 解灵还需系灵人 当时如果就是在这一句话的情况下 他去做处理 我想后续就没有这么多一大串的问题出来 党内议员形容这个陈建仁来阻隔 是战斗内阁 那您怎么看 就是你会怎么形容陈建仁来阻隔 我认为很简单明了 就是圣光内阁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 都推动任何的政策 执行任何的预算 都要有正当性 有道德基础 那在这一个部分 我想以陈建仁 他在这个部分 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格者 社会会相信会接受 他所判断的价值 从而会支持他推动的预算政策 那因为时间很急促 我觉得重塑这个道德基础 跟正当性非常重要 那陈建仁在这一个部分 他不言可遇 直接他就是有这个圣光 大家会欣然接受 那你觉得郑文杉杰付格魁 那你觉得适合吗 谁 郑文杉杰 他们能力强的人都适合 他们能力都很强 都很适合 但是他之前有论文 就是抄袭的问题 郑文杉杰面对论文 就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他也是认为 错了就错了 就是他接受学界 对他做出来的 这一些判断 审定 所以我觉得至少他 至少郑文杉的态度很正确 陈建仁力挺高端 好像有争议 陈建仁力挺高端 国民党认为有争议 对 高端这另外一回事 我不晓得陈建仁挺高端的 那一个部分 那当然高端的事 另外有高端的处理方式 我们社会会另案来看待 就是蓝白来帮您讲话 会觉得反而是 丽营自己的侧意 还在那边搅动 反而造成民进党 就是没有很纷乱的感觉 很切心吗 不可以啦 我们民进党没有纷乱 我们民进党由下至上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开除王世坚 要不要开除高家瑜这样 其实这个是蛮一致的 蛮一致的 而且很有效率 昨天新竹市的三位新任的议员 超有效率的 他们新竹市政府 扯出的那么多球场工程建设的烂污 那么大笔的金额 他们还没有去会刊 没有去监看这些事情 去揪出这些问题所在 那倒是很快速的 我前天引用一个不对的数字 马上昨天就提案了 就成案 就要来开除我 所以其实你也不能说他们没效率 他们很有效率 开除王世坚很有效率 因为他总看党内好像还是有人挺 苏贞昌觉得他贡献很多 瑕不掩瑜 对 每个人评价不一样 那我只能说 他位高权重 甚至有点嚣张傲慢的时候 我当然要猛K他嘛 我这一方面是提醒他 提醒他蔡总统所说的谦卑 谦卑再谦卑的真正意义 谦卑的真意是只问责 不居功 我们只问 那我们在这个权位上 我们有没有善用公家的资源 为国家社会做到事情 我们这个责任有没有做好 我们有没有错误 只问责 不居功 不能说拍个影片 还讲自己什么五大政绩 什么这些 谦卑就是不居功 我们从小 老师教导我们的 就是为善不欲人知 那怎么长大了 参与政治 握有权柄 那稍微做什么 就要跟社会大众要人情 这是不对的 我是提醒他这一点 但是我再一次讲 我最后一次会来评论分析苏贞商 因为他就要下台了 我从此我不会再讲他 而且他住的地方 其实就在我服务处的转角而已 过去他还没有担任院长前 他有时候散步遛狗 他都会经过 还会跟我服务处打招呼 我希望他卸下来以后 可以有机会来泡茶